今天呢我們就要來揭開這副片子的神秘滅殺 我現在要在這裡解釋 雖然我是演反派 不過我也造就怪獸成功的最重要的因素 對對對 沒錯沒錯 讓他如何逆轉勝 有一場 跟怪獸 對 你敢打怪獸哥 那結果呢你有傷到他還是他有傷到你嗎 都還好 就自己兩個人 最後兩個人就一直在地板上滾 然後滾出去你還不知道 然後他一直在用你一直滾到最邊邊 天空漸漸變紅 接下來我們要歡迎的就是怪獸 為什麼要拍撞球 有這麼多題材對不對 有各種球類 籃球 足球 棒球 你為什麼一定要拍撞球這個題材 撞球在台灣的世界地位上面是第一名 那很多人可能還不曉得台灣 台灣之光裡面包括這個撞球這個部分 所以我想就是把這個議題把它變成一個電影 跟大家一起分享 是 他第一次演戲喔 可是他人氣跟知名度很旺 這另外一種氣場感覺怎麼樣 就是擔心會有距離感 是 然後怕他很不好相處啊很難親近 原來他以前給你的印象是這樣子啊 因為畢竟你知道感覺是很遙不可及的 巨星對不對 沒想到私底下 非常親和 而且非常隨性帥性 問哪一幕你自己是最難忘的 剛開始拍的時候 然後在廟口就是很頹廢 很頹廢 糜爛那個時候 對 有人挑竿是不是在廟口 就是有人把我圍住的樣子 那一開始大家在開拍的時候 都是有說有笑的 你好啊好久不見啊什麼什麼 然後就這樣聊天聊一聊 然後導演喊Action 其他全部都 你是怎樣 演戲每個人都可以放開自己 讓自己投入變成不一樣的人 去過不一樣的人生 這個就是電影當中 怪獸頹廢流浪的時候的職業 那也跟大家報告 如果你是本週來看力轉勝 為了鼓勵大家來支持第一週的上映 我們會送給你搶先禮 就是我們這個卡車的小模型 熱烈掌聲歡迎 我們今天只剩下四個人的四月天 對 而且我戴上墨鏡就是要告訴 世賢哥不在 就是怪獸是有靠閃的 對 配樂不是有幫忙打鼓 有啊有啊是啊 沒有他 他配樂打完零的錢就都忘了 是不是 哪有 叫他講這個重點 哪有 沒有沒有重點他錢也還沒付啊 我說真的其實 因為九號球這首歌 其實對五月天來講 有特別的意義 就是這首歌是五月天 開始的作品裡面 就是第一首不是我作曲的 那時候呢其實我就想說 如果怪獸唱起來 不知道是什麼樣的一個味道 結果呢後來這個 這個他不但有機會唱 而且還有機會來主演這樣一部電影 對 所以真的是為他感到驕傲 感到榮幸這樣 平逆轉勝票根 到你的咖啡廳打八折 我覺得可以跟這部電影 沾上一點邊 是小弟我的榮幸 所以焦哥說八折 我們就八折 怪獸呢交出了演藝事業的 另外一個成績單 非常有勇氣 在逆轉勝裡面 請大家支持 怪獸精采的演出 就是恐不懂為什麼 我幫我找你這個無賴 我裡來 房子沒有路 我連可以想念爸媽的地方都沒有 覺得我很麻煩就刮 對!我就是敗物! 我不是希望家裡一個死板 逃亡的重點 到底在哪裡 也許我這一生 也許我這一生 始終在追逐那顆酒好酒 絕望呢 是誰在逃著我 11月7日 逆轉勝 逆轉全台